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莎莉沃斯範本自訂篇 那這裡是什麼意思呢 一開始我們開啟莎莉沃斯的時候呢 應該是這一個畫面 那我們在這裡呢 可以切換成進階的使用者 那這裡我們就會看到有範本 那今天的用意呢 就是來建立一個零件範本 主要是以零件來做說明 那這邊呢 工程圖也會比較常用 但這邊呢是 比較進階一點的做法 所以這邊今天就不探討 主要是以零件的方式來教導各位 那組合件的話就運用零件的方式套路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會以零件來做示範 怎麼去建立一個範本 那範本有什麼用意呢 一開始呢我們可能進入了零件的畫面之後呢 可能需要輸入一些屬性 那關於屬性的話 等一下後面會來做講解 或是說你在標注尺寸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箭頭是什麼樣的形式 以及說顯示出來的字呢 它是要什麼樣的字型 或是標注的方式呢 你可能需要去改變一下 你想要怎麼樣去標注它 這些呢我們都可以透過範本制定呢 把它預設好 那以後呢我們就 一開始是這樣嘛 我們就切換成進階的使用者 去開啟你的零件範本呢 我們就不用每一次在 一開始在畫圖的時候呢 都要再重新來做設定 只需要設定一次之後 未來只要開啟範本 它就會進入這個 你所設定好的這些功能 那是相當方便的 那要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那在進入範本制定篇以前呢 先來講解一下哪一些東西呢 需要去做設定的 那在這部設定之前呢 先做一個小認識 首先呢我們的 介面呢的設定呢 一般是不需要去做範本制定的 你只要設定好之後呢 每一次Sadyworks開啟之後 它就會是進入這個畫面 像是什麼我稍微提一下 我們從工具裡面的自訂 自訂點開來之後呢 這裡會有鍵盤 鍵盤裡面會有一些快速鍵 你可以去設定它 以及說 解禁列 你可以自行去新增 或者是指令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在上方列的標籤這裡呢 假設是這樣子 我們用拉的去新增一些特徵 那就是把它編輯成我們常使用的 或是你想要讓它是 什麼樣的形式 都可以自行去編輯 那編輯完之後呢 這個畫面 當然上面這裡我們也可以去編輯它 像這個地方呢 可以去增加一些視角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用預設的方式呢 把它儲存起來這個設定檔 那怎麼做 就是從開啟之後呢 我們找到了Sadyworks的工具 找到一個複製設定精靈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設定呢 變成一個檔案 那未來如果你Sadyworks重灌 或者是你要用在別台電腦上面呢 我們就可以開啟這個複製設定精靈 那這些設定檔呢 我們就不需要再重新做設定啦 快捷鍵那些也不需要重新做設定 只要帶著這個設定檔 我們就可以套用在Sadyworks裡面的 好那再來環境的介紹呢 我們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呢 我們從零件這裡按下右鍵 這裡呢 我們選擇文件屬性 屬性裡面呢 就會看到這裡呢 我們有文件的屬性 以及系統的選項 這邊都可以來去做設定的 以及說 從檔案這裡呢 有一個屬性 我們這裡呢 屬性制定裡面 也可以去做個編輯 那第二個方式的進入呢 就是我們從畫面的最上方 這裡有一個選項 我們直接把它點進去呢 它就會進入這個畫面 一樣是文件屬性 以及系統選項 這邊都可以來去做設定的 那這裡先讓大家去認識跟嘗試一下 接下來呢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要怎麼去設定它 那首先呢 我們就開啟文件屬性 我們先進來之後呢 我們一開始 最先會設定的是什麼呢 一般呢 應該是單位 那我們去單位這邊呢 把它看一下 是設定公字或是音字的 公字應該是比較常見的 再來呢 我們來進入 註記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個別去觀看說裡面要怎麼設定 那像這裡呢 我把它設定成是標凱體的 然後這裡呢 你也可以去選擇它的 箭頭 箭頭形式你也可以去改變它 那一般我是用這個比較常見的 那裡面呢 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你可以再進去這邊做個改變 那我就是粗略以大綱來做個說明 再來是一個尺寸 尺寸呢 你點進來之後 一樣可以去選擇它 那這裡呢 也可以去選擇 箭頭的形式 一樣我是選擇這個 十星的三角形 那這裡呢 有角度 或是直徑可以去設定 那這裡呢 我來講解一下直徑 那這裡呢 我會希望它是 以這樣的形式來標註 然後我把導時線給拿掉 希望它乾淨一點 用這種方式呢 那未來我如果在 標註尺寸的時候呢 就不會有導時線 而且這裡呢 會去做一個水平的放置 是 看起來是會比較乾淨一點 那半徑的話 我一樣是做這個方式 一樣把導時線拿掉 然後就水平放置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去設定其他的一些 看你要在底部或右邊對陣 這邊就細節讓大家去嘗試 例如說你顯示的小數點要在第幾位 你的公差呢 要怎麼去顯示它 這邊都可以去設定它 像孔的標註 這邊也有 一樣都把它用成是水平放置的 那這邊細節讓大家去測試 像這裡我也可以把它顯示成這樣子 水平放置的 那這邊也是一樣的 那再來呢 進入表格 那表格一樣 我把它修整一下它的字型 那這邊也可以去設定它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你也可以去設定它的 線的粗厚 那這邊以及尺寸細目呢 這邊你也可以去預設說 它這裡呢 你要顯示什麼 你可以把圖彩裝飾螺能線給打勾 或是裝飾螺能線等等的 這些讓大家去測試一下 那以及其他的一些細節項目呢 那就是看各位的需求 以各位的需求來去做設定 那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系統選項這裡 你也有 如果你有一些預設的 你也可以把它弄一弄 然後呢把它打勾 好這樣子呢 再來呢 我們再進入檔案的屬性 進來屬性之後呢 這邊你可以去標示說 你想要什麼樣的形式 好像是 假設是姓名 好那如果說 你每一次呢 這個 使用的人是你 每一次你都要去重新 輸入姓名 那這樣子是 蠻麻煩的 好這可能是設計者 好可能是蠻麻煩的 所以你每一次都要設定的話 你就可以預設呢 先把它輸入進來 然後我先隨便舉例一下 好品名 那品名可能每一次我做的名稱呢 都不一樣 那我就把它空白下來 以及6號 好那我就 粗略的給它 打上去就好了 然後加工方式 好就是我先你這樣做示範 假設是這樣 那這裡空白的呢 它就是會預設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有輸入的話 它每一次開啟都 都會以這種方式來顯示的 好假設加工方式 我也是 好把它 打上去 好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那我就把它按確定 那我按完確定之後呢 我們大致上呢 就把它設定完 那我們就先做到這裡 你先把你想要設定的東西呢 全部都設定好 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另存成一個範本檔 好那在另存成範本檔之前呢 我會建議各位呢 先進入一下草圖 我們來確認一下 剛剛所設定的這一些 設定值呢 有沒有是我們要的 好像這裡 剛希望呢 它是沒有導實線 以及水平放置的 這樣看起來呢 會比較乾淨一點 好那 那假設說這邊我都確認完了 都沒有問題了 好那我就是 把它結束草圖 好這邊都是一個空白的零件 那是 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文件屬性 好這邊我把它設定一下 好假設屬性這邊呢 那我也確定完之後呢 好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 按檔案的另存心檔 那另存心檔之後呢 我們這邊要去選擇 零件 好這裡有一個 零件的範本 我們把它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跳到這個 預設的路徑下面 那我們一定要存在這個地方呢 等一下我們才能夠開啟這個範本 那這裡呢 我就隨便 把它設定一個名稱 假設叫範本1 好那我就直接做存檔的動作 存檔完之後呢 我們在開新檔案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這裡呢 我們在進階使用者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範本1 就是我們剛剛所做的這個範本檔 已經被放置在這裡了 所以我們每一次開啟的時候 都會看到它的 那我們點開來看一下 進來之後它是一個空白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運用它 我們再來看一下屬性這裡 這裡我們剛剛所打進去的 它都有把它預設出來 所以我們不用每一次 進來零件檔的時候 都要輸入這些東西 是非常方便的 以及說我們剛剛有設定的那些 都會儲存起來的 好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最後呢來總結一下 關於範本檔這邊呢 是相當實用的 特別在於零件 以及工程圖的時候 是非常好用的 那工程圖那一塊呢 未來有機會 會再來分享說 怎麼去製作一個範本 那零件這裡呢 因為我們一開始 如果在設計的時候 通常是從零件開始的 那零件然後再 透過組合件或是工程圖 再衍生出來 所以我們零件使用上是最多的 那這邊呢 除了說你可以用一個範本以外 你可能配合說 你有不同的加工方式 或是不同的建模方式 你也可以建立不同的範本 像是可能 車床加工的是一個範本 板金加工是一個範本 或是你在畫曲面是一個範本 或是在做塑膠模具是一個範本 還是說在做焊接的時候是一個範本 等等的像這種方式 你可以用多種範本呢 來輔助說 我們每一次在開啟的時候 它的一些預設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用說 假設說你的設計是比較多元的 你不用每一次開啟零件的時候 都需要做很多前置作業 那這樣子 如果有範本這個東西呢 可以省掉我們非常多時間 而且呢 你也不用每一次呢 都要花非常多心力去回想 到底要打什麼東西進去 我們只要做過一次之後 未來都可以拿來套用的 而這些範本 我們剛剛有另存的那個範本呢 你一樣可以把它帶著走 所以如果你換了電腦 或是更新了沙利沃斯 這些範本呢 你只要把它的檔案 把它抓取下來 一樣都可以來做套用的動作 是相當實用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